长久以来 谍战剧一直都是国产剧创作中的一大热门题材 而且也是一个佳作不断涌现的神奇领域 像2006年的暗算 2009年的潜伏 2012年的悬崖 2015年的伪装者 2017年的风筝 以及去年的叛逆者等 皆是口碑相当炸裂的国产谍战剧精品 而根据小编查询 今年即将开播或上映的谍战题材新剧或电影 也同样不少 比如由鬼才导演成尔编剧并指导 梁朝伟、王一博、周迅、王传经等 联媒主演的谍战学疑新片《无名》 已确定会在今年上映 再者 由麻雀导演金琛指导 彭冠英、陈玉琦领先主演 高汉宇、陈晓云、王静松、姚安莲等 联媚出演的年代谍战悬疑剧《薄冰》 也于今年3月下旬在横店开机 预计今年上半年就能完成全部拍摄 并且除了95、90后《小生小花》、王一博、陈玉琦 新进入局谍战题材影视剧外 静东、王志文等演技实力派 也是分别继伪装者与叛逆者后 再次强势回归了谍战悬疑剧题材 这部剧便是由齐道、自编自演、静东、王立坤领衔主演 王志文特别出演、张志坚、曹磊、吴豪、孙少龙 王子权等联媚主演的近代谍战悬疑剧《无间》 这部剧已于去年9月上旬正式官宣杀青 确定会在今年迎来上星首播 此外 于今年3月底已正式宣布杀青 由高涵指导、于飞编剧、黄晓明、蒋新领衔主演 万倩特别出演 扫黑风暴二人组、王志飞、吴小亮有情出演 李念、于肖瑞、冯辉等联媚主演的民国谍战剧《潜伏者》 也确定会在今年播出 而且这还只是第一季 后续还会有第二季、第三季陆续开拍 另外 由实力导演陆阳指导 陈坤、白宇领衔主演 聂远、安俊勒贝贝杨颖、孙怡 颖助胜、于浩明、长远、王霄、杨逸 刘亦、刘亭作、赵征、张晓晨等联媚主演 董子剑、郭京飞、李光杰特别出演的三国题材 古装谍战大剧《风起隆西》 也有望会在今年4月正式上线与观众见面 该剧根据马伯雍 于2006年所著同名小说改编 将主要讲述在风烟四起英雄辈出的三国时期 两个不被乱世所瞩目的小人物 成功与寻许 在波掘云轨的全谋斗争中 与历史之外谱写出一段别样英雄长歌的传奇故事 通过以上盘点看得出 若是细数下来 预计2022年或将会有近六部谍战新剧 有望陆续与观众见面 着实堪称又一谍战剧大年 那么最后问题来了 不知道大家对以上所盘点的多部2022代播谍战新作 《无名》 《薄冰》 《无剑》 《潜伏者》 《战上海》 《风起龙西》等 分别持何种态度 更为期待哪部呢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静东两段情史 两次都爱上二婚女 网友泼出一组在火锅店偶遇演员静东的照片 一下子引发大众热议 当天 静东穿着一身黑色休闲装 看起来十分低调 跟他同行的 除了工作人员 还有一位身材高挑的黑长直美女 尽管戴着口罩也不难看出 静东旁边的女孩子 美眼精致 气质优越 标准的美人胚子 两个人吃完火锅往外走 一路上说说笑笑 气氛十分融洽 光是看照片 就能感受到一种莫名的CP感 走到店门口时 静东的助理发现有人拍照 立马冲上来挡镜头 看样子是不想被拍到了 虽然静东跟老婆李家的同矿照很少 但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当天跟静东吃火锅的美女 并不是她的老婆 再加上助理一份十分抗拒被拍到的样子 网友们纷纷怀疑 静东是不是也偷吃了 不过当天两个人只是简单地吃了个饭 旁边还有助理跟着 没有进一步的亲密举动 很大可能只是朋友聚会 静东算是娱乐圈大气晚成的明星的代表了 她真正活起来的时候 已经人尽中年 这两年 小鲜肉的行情越来越不好 反而像静东这样老干部类型的男明星 更受欢迎 凭借着帅气的外表和内敛沉稳的气质 静东成为了很多年轻女生心目中的男神 甚至饭圈还流行这样一句话 嫁人就要嫁静东 由此可见 大家对静东的评价已经很高了 从静东的两段感情经历可以看出来 他确实是个值得托付的男人 对感情非常认真 2005年 静东在拍摄自己的第一部主角戏 《悲情母子》的时候 认识了女演员江山 江山比静东大了九岁 在《悲情母子》里面饰演的是静东的母亲 女人三十亿枝花 这话真的不假 当年的江山美艳动人气质脱俗 引起了静东的注意 在静东的猛烈攻势之下 巨外两个人很快就在一起 当年的江山已经是出道十几年的大明星了 而静东只是个出出茅庐的新人 静东跟江山的这一段感情并不被大众看好 关于静东借机上位的传言层出不穷 外界的质疑并没有影响江山跟静东的感情 为了逃离舆论中心 两个人甚至放弃国内的工作 共同前往美国生活 这一去就是整整五年时间 然而 当两个人已经走到谈婚论嫁地步的时候 却遭到了来自家人的强烈反对 江山在遇到静东之前 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还有一个女儿 她的女儿高一新 一直对父母的感情还抱有期待 坚决反对江山再婚 爱人和女儿之间 江山最后还是选择了深爱的女儿 放弃了相恋六年的静东 分手之后 静东选择回国 开始一门心思搞事业 2010年 又因戏结缘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李嘉 巧的是 李嘉也曾经跟圈外富商 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 但是幸好 这次没有孩子了 静东跟李嘉从相恋到结婚 一直十分低调 两个人很少同框 但是从李嘉的微博可以看出来 静东对她很好 把她当成公主一样宠爱 在生活中事无巨细地照顾她 静东拍戏之外的空余时间 几乎都用在了陪伴老婆孩子身上 一起出去玩 帮老婆做家务 给老婆准备小惊喜 这都已经是日常了 不过 随着静东越来越红 她却不止一次 因为跟女演员的亲密互动 引发争议 2021年5月31日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称 感觉演员是不太介意肢体接触的 这句话就直接指向了 静东跟高禄 静东跟高禄不只是校友 还一起合作过外科风云 算是老相识了 两个人在录制天天向上时 一点不顾忌对方都已婚的身份 互动极其亲密 高禄就好像看不见镜头的存在一样 挽着静东的胳膊 还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 俨然一副热恋中的小女生撒娇的模样 静东貌似对这样的行为也见怪不怪了 没有反抗 没有制止 就任由高禄挂在自己身上 不止如此 2022年1月25日 静东李小冉主演的新剧 《临身见路》杀青 在剧组PO出的杀青照里 静东跟李小冉的合照 也是格外的吸睛 静东单手将李小冉搂在怀里 两个人投靠着头亲密无见 已经超过了男女之间的安全距离 在此之前 还有媒体拍到 静东跟李小冉两个人深夜 在咖啡厅对戏的画面 两个人边吃边聊 画面十分美好 小编想说 毕竟是公众人物 已婚难事 还是注意一下 跟异性的社交距离比较好 感谢您的观众人物